大家不要這樣子吧 我現在已經願意跟你們騙我了 來來來 跟你住個房間吧 是不是 大哥 我願意跟你們騙我 一名男子被偵查隊員帶回住處 在房間裡東翻洗澡 他正在門口念念有詞 向警方辯稱自己是果凍兒 無法克制發抖習性 我現在買東西但是有一個洗浮兔 我對甜發誓 就洗浮兔 但原最後在房間床上的黑色包包裡 取出一把改造手槍 李星男子臉色鐵青 一度苦苦求饒 要求茶器幹員給個機會 李星男子向警方聲稱 從網路上購買槍之後 再自行上網苦學改奏技術 主要是為了防身許用 但警方發現男子在朋友面前 刻意炫耀槍支 形勢相當高調 這個男子渾身發抖 那原警對他的異常舉動 十分的好奇 問他為何這麼緊張 他既然辯稱說他是果凍兒 槍支經過警方送驗後 確定具有殺傷力 才年僅二十出頭 卻持改奏槍到處炫耀 以為沒有人發現 最後還是難逃發網 記者竹金龍 基隆採訪報導 對方的英文講會有殺傷力